我們應該是在大專輩認識的 其實我之前就是大專輩還蠻喜歡去看他打球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眼神很專注 然後打球的動作也很好看 畢業之後學長創了一個球隊 然後我們就都是固定會在那邊打球才變比較熟 大概兩年多 畢業現在在一起之後我們一起配比賽 一起去社團打球 是一個禮拜中蠻期待的事情 一定會有一些意見不合的時候 就是在搭的過程可能會有一些尷尬的球 那我們都算是會聽對方想法的人 所以常常有時候打完球下來 我們會互相檢討說那一球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各自的想法是什麼 找到之後怎麼處理 這樣 我以前就也覺得蠻想要跟他配配看的 我自己屬於算是在球場上比較不會情緒波動太大的 所以算是比較冷靜重穩的 我可能算是比較激情 球風算是比較激情一點 對 那後來配了之後 就真的也就是照我們想的這樣 就是他在前盤 然後我在後盤 這樣子 那他就是盡量去做球 讓我去做進口 我以前看他打球的感覺 其實現在也是啊 就是覺得他的球風還算蠻激勵的 就覺得也是打得算蠻聰明的打法 他的攻擊都有球速也有球級 所以其實我在做球上面 很信任後面的人 我只要球做好了 那後面的人都是可以攻擊得分 所以還蠻有安全感 打比賽 打雙打坐 其實會做一些打法 就是我們可能會穿類似款式的球衣 就是也還蠻常被朋友笑的 因為我們太愛穿情侶衣了 其實我會說 這個衣服不一定能真的代表一個人個性 但是這個衣服它會有一個效果 會給對手會來勢洶洶的感覺 那藍色這套 我的感覺會是 就像他的風格一樣 就是會比較冷靜 我覺得這個衣服的材質啊 還有他穿起來的感覺 其實會有點像以前 穿一些國際品牌的那種球衣 那種比較輕盈 反正又特別有色情 然後可是那種 不管是在國外買 還是在台灣買 好像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台灣的品牌也是可以透過這樣子 好的設計 然後好的材質 我覺得還蠻值得購入 如果說沒有羽球 應該還蠻不一樣的吧 都是從小就打羽球 生活的一部分 會想要一起奮鬥到老吧 打到頭髮變白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